她本是身患癌症的病落白月光 却活成了书中的恶毒女配 最后被曾经的爱慕者设计毁了容 结束生命 一朝觉醒 成为豪门真千金霸气回归 打脸手握万人迷系统的贾千金 与维护贾千金的男配们 贴亲干系 教是非不分的扎爹做人 拯救纯情小白花哥哥 在意外收获 一名温柔又深情的对象 看病弱的豪门千金 如何玩转豪门 恋爱虐渣两无物 严夕站在露台上 早春的风还带着森森寒意 她却穿着单薄的病号服 神情争重 她不由地想起 昨晚做的那个梦 梦里坠楼的失重感 仿佛还真实存在过 任谁梦见自己 被至亲至爱的人设计陷害 逼得跳楼死过一回 都不可能毫无波澜 梦里 她所处的世界 是一本替身逆袭小说 小说主角陈香香 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村姑 因长相跟她极其相似 被她的父亲习锦行收养 当做了她的替身 那些暗恋她的天之骄子 也因求而不得 对陈香香一边利用 一边虐恋情深 慢慢地被陈香香的温柔善良 自强不惜所吸引 一招幡然醒悟 一路顾送陈香香 轻云直上 红遍全国 与之相对应的 闫西这个精彩绝艳的大小姐 却活成了对赵祖 暴露了内心的丑陋 彻底跌落尘埃 最后还被她曾经的爱慕者 设计毁了笼 直接从二十层的高楼上 一跃下 就在这时 照顾她的护士推门进来 连忙把严西劝回房间 并告诉她的父亲西景行 今天路上出了交通事故 不能来接她出院了 护士说这话的时候 表情带着几分不忍 觉得小姑娘肯定很失落 甚至主动安慰严西 明天西景行肯定会过来的 她不能像梦女一样 被动地等着西景行过来接自己 因为小说剧情就是这样 父亲出来 交通事故没来接她 她回去砸了陈香香的生日宴 严西想了想 表示自己已经成年 她可以自己半死出院 等护士走开 严西拨通了舅舅的电话 告诉她自己想回家 希望舅舅可以安排人来接她 电话那头顿时一阵狂喜 当然可以 她要回家看看 这一切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这一次 她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车子抵达一处别墅去 严西走进别墅 就见院子里张灯结彩 上面有Happy birthday的字样 显然是在庆生 庸人赶过来时 正好看到严西穿过庭院 忙力声质问严西是谁 并让她快出去 突然一个男生健壮抱怨庸人 为什么会把阿猫阿狗坡放进来 此人正是陈香香的堂哥陈勋 严西健壮表示 这是自己家 还轮不到她在这里指手跨脚 不怪她没把严西的话当回事 这分明是习家的别墅 这女的穿着一身 过十好几年的高奢裙子 真当自己就能混进豪门啊 陈勋刚想说两句 猛地看见了严西的脸 虽然戴着口罩 只是露着一双眼睛 却也漂亮的不像话 陈勋忍不住 对被口罩遮住的部分 感兴趣起来 这可是豪门 你也不看待自己穿的是什么破烂 你不如跟了我吧 我给你买新衣服 说着便抬手 就想去摘口罩 严西没想到 这人居然这么不讲礼貌 直接就动手 他猛地将出过来的贤猪手拍开 陈勋当场就变了脸色 咒骂严西 别给脸不要脸 严西里都没理他 静止进了大厅 被无视的陈勋 顿时恼羞成怒 扬言严西刚刚从他身边走过 他就发现自己 纵香香的手链不见了 众人把目光齐齐 汇聚在严西身上 有人小声嘀咕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就这样直接闯进来偷东西 保镖上来把严西围住 并让他将手链交出来 然而严西却告诉他们 大厅里有四个摄像头 监控着这里的一切 到底是他偷东西 还是陈勋满嘴谎言 看看监控不就知道了 听见这话 保镖顿时一惊 疑惑女孩总不知道 现场的宾客 却让他们赶紧将他抓起来 指引香香 马上就要下楼切蛋糕 可别破坏了他的好心情 陈勋盯着被保镖控制住的严西 语气带着点不怀好意 你们把人按好了 本少爷来好好搜搜 他把我的手链藏哪里 她是病弱的白月光 也是恶毒女配 最后还被她曾经的爱慕者 设计毁了容 直接从二十层的高楼上 一跃而下 她是小说里的女主角 陈香香 也是从贫困山区 走出来的村姑 因长相跟她极其相似 被她的妥卿袭警行收养 当作了她的替身 小说里的陈香香出场 就带着一股少女的娇憨和迷糊 经常做出平地 摔进男人怀中这种事 这也是最迷人的气质之一 严西从医院出来 便回了自己家 然而却被一个 梳着大背头的男生 栽赃嫁祸 扬言严西偷了她 准备送给陈香香的手链 男人的语气 更是流里流气 充满着自以为是的调侃 另一只手还不老实地 想要搜严西的身 下一秒 便被严西一脚踹在肚子上 紧接着又狠狠一巴掌 甩在她的脸上 现场顿时寂静片刻 严西质问男人还馊吗 陈勋气得后槽牙差点咬碎 摩拳擦掌 准备出手给严西一个教训 就在这时 一道惊喜的声音传来 老管家走到严西面前 大小姐 您终于回来了 严西喊了一声和伯伯 好久不见 然后吩咐管家 将这个男人处理一下 说完便转身朝楼上走去 此时的陈勋不明所以 但是不妨碍她表达自己的不满 她告诉管家 这个女人 偷了她准备要送给香香的手链 她之所以搬出陈香香 就是想要警告和管家 别分不清清楚 谁知和管家半点不买账 你在我们家污蔑大小姐 偷了你的手链 你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说完便让人把她轰出去 陈勋文言一瞬间变了脸色 她没想到 这个女人竟然是习家的大小姐 可是那个劳病鬼 不是在医院快死了吗 众人都惊呆了 疑惑习家的大小姐 不是香香吗 要是陈香香知道自己堂哥 被庸人轰出去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们口里讨论的主人翁 就在二楼休息区的露台上 正和两个俊美的男人 开心地聊着天 17岁的生日 有你们在真的弥足珍贵 傅宇怀表示 那是自己的人性 此时说话的人 是严夕的发型 附加少女 而在对面坐着的男人 便是严夕的未婚夫 或子昂 就在这时 陈香香看见庸人端着点心 于是起身 想去拿点回来 还没走到庸人身边 就听见和管家 吩咐庸人 要送到大小的房里去 陈香香以为 是送去她的房间里 随后让庸人 直接送到二楼露台那边 这时 陈香香眼角的余光 忽然看见一抹身影 出现在自己的房间 她下意识地猝眉 质问女孩是谁 为什么乱闯别人的房间 严夕有些意外地 看了对方一眼 表示 这是她自己的房间 怎么算乱闯 和管家尴尬地给严夕介绍 这位是先生请回来的客人 陈香香 这跟陈香香想象的不一样 严夕回到家里 骤然看到 已经有人登堂入室 取代她的位置 她不应该大吵大闹吗 严夕忽然吩咐管家 把这个房间里的布局 换回之前的样子 床单被褥也都要换 陈香香眼底 飞快划过一抹意思 因为她知道 严夕要露出真面目 当即决定再给她家把虎 她眼里充满了自责 向严夕道歉 解释自己不知道 这是她的房间 还有昨晚因为下了大雨 她房间的窗户 没关凌了雨 是伯父非要她住进来的 说着便要把自己的东西搬回去 她一副愧疚得不行的样子 着急忙慌地抱着枕头准备 这时 傅与怀有些诧异的声音 在门外响起 询问香香 为什么要搬回之前那个房间 那里都进水湿透了 没法住人 谁让你搬出去 最后一句 隐隐带着怒意 霍子昂也神色不悦 质问谁在里面 然而 当她看到里面的人时 青年高大的身影 瞬间僵住 严夕微笑着打招 子昂好久不见 霍子昂惊讶地看向严夕 询问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叫人去接 傅与怀则很快就笑着上前 态度轻易地张开双手 严严欢迎回家 严夕避开了她的拥抱 傅与怀脸上的笑容停滞了一瞬 旋即又笑了起来 似乎有些无奈 严夕看向被傅与怀拉过来 静静站在一旁的陈香香 询问哪些东西是她的 她会吩咐管家 叫几个庸人帮她一起搬 陈香香似乎反应慢半拍 连忙道歉 表示自己马上班 然而傅与怀觉得步搬比较好 因为折腾来折腾去 把严严都折腾累了 听到这话 严夕饶有趣味地笑了一下 按照小说里的内容 所有人都在帮陈香香 生怕她抢回自己的房间 而严夕不想家人之间失了和睦 接受了傅与怀的建议 结果这大方一让 让她到死 都没能再住进自己的房间 此时此刻 严夕又怎么会退让 严夕看着傅与怀 浅浅一笑 不行 陈香香主动站出来 表示要把房间让给严夕 这个词让严夕饶有趣味地笑了笑 告诉陈香香 这个房间原本就是她的 现在只是物归原主 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陈香香意 还有你脖子上的项链 可以还我了吗 陈香香感到难堪 试图解释 项链是伯父让她带的 严严姐 你别误会我 她一再地强调 是袭警行要求的 到底是想证明什么 还是想激怒她 严夕让何管家 把那根项链收起来 我以为 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是民族的传统美德 傅与怀意识到 严夕对待陈香香的态度 咄咄逼人 她提醒严夕 不要说得太严重 就是借贷一下 习伯伯都同意了 而严夕却反过来质问傅与怀 甚至质疑她 是否分得亲是非 还是说 我爸可以不经过你的同意 随意处置你的东西 傅与怀眼底有黑气一闪而过 沉默片刻才承认 是自己多嘴的 严夕没有多管她 又转头询问陈香香 是你在半夜会 陈香香点了点头 那你恐怕得梳理一下 你的交友圈子 刚刚有个男的 见面就动手动脚 没得逞就污蔑 说我偷了你的手链 陈香香脸色 顿时变得有些难看 抱歉 我马上就去说她们 陈香香倒是没有争辩什么 她发现 霍子郎的脸色已经变了 冰山脸上带着韵米 而傅与怀 脸上的笑容都淡了几分 严夕可不是认谁 都可以随便欺辱 陈香香心里懊恼的不行 知道今天自己 终究还是落了下风 恨不能马上 把陈勋那个废物提过来 磕头道歉 那倒不用 人我已经让人轰出去了 今天好像是你生日 希望没扫你的兴致 陈香香反应了过来 赶紧摇头 没有没有 你教训的是 她那是活该 正好庸人也火速 把东西收拾好了 严夕朝和管家示意了一下 便请所有人出去 自己需要休息了 门外 霍子昂站在门边 双目凝视着门板 许久未动 楼下 何管家已经让人 把生日蛋糕推到宴会厅 众人围着生日蛋糕 热热闹闹地等着陈香香 见陈香香 带着霍子昂和傅宇怀下来 都笑着招呼 她笑着 在众人的催促下 讲了一段致辞 态度从容大方 任谁看来 那都是真正的豪门大小姐 这是一个奸细的声音 忽然说道 香香 刚才楼上给你的女生 是你家亲戚吧 她怎么不下来 另外一个满是酸味的声音响起 她不下来一起吃蛋糕 这也太不合群了 这话一出 便有好几个男生启动 认为严夕不把陈香香 霍子昂和傅宇怀放在里面 陈香香摆出主人的架势 想要解释两句 和管家却突然插话 询问众人 是否已经吃完生日蛋糕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宣布生日派对结束 有人好奇询问原因 和管家解释 是因为大家吵到了 他们家的大小姐休息 陈香香终于明白 陈香香这个替身的地位 暴露无遗 管家表示 允许他们吃完蛋糕 已经是给了怀少爷 和子昂少爷面子了 陈香香这辈子 都没有这么难堪过 这是四周议论声不断 众人质疑陈香香的豪门身份 有人说她在撒谎 她只是一个替身 她妄想取代正主 如今被当众拆穿 实在丢人 陆清明也第一次尝到 这种灰头土脸的滋味 想必明天习家大小姐 脾气暴躁 不识大体的名声 就会传遍全城 谢长则是严锡的邻居 也是陆清明的表哥 他漆黑的眸子 静静地看向习家别墅 陆清明告诉谢长 则严锡回来的事情 以及他赶走宾客的事情 习家那个得了癌症的大小姐 一个快要死的人 怎么这么小心眼 难怪大家都叫他短命鬼 他说着 忽然感觉有种如芒在辈的感觉 陆清明对上他的眼神 立马噤声 完蛋 他好像说错话了 谢长则看着他 语气带着莫名的压迫感 背后说人是非 这是你的教养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刻薄 陆清明赶紧道歉认错 谢长则这才转身离开 而且他知道 严锡不会短命 他会比任何人都要活得长久 次日清晨 正当严锡尘跑准备返回时 他遇到了邻居家的少年人 两人礼貌地打了招呼 严锡便回到了自己的别墅 亲哥哥哥席言 注意到他脸上的红疹 关切地询问他的状况 严锡解释说 这是新药的不良反应 这时 陈香香进来后 为昨天的事情 是已经轮到我们了吗 药剂呢 习锡行沉默片刻 然后告诉严锡 药剂已经给了陈香香的母亲 严锡等待了三年 才得到这个机会 结果却被陈香香抢走 习言忍不住怒吼 你怎么就把药给了外人呢 妹妹怎么办 这可是救命的药 如果没有真的会死人的 陈香香脸色苍白 手足无措地看向了习锡行 习锡行无奈地解释说 陈香香的母亲 也得了癌症 需要要救命 陈香香才求到了她的面前 严锡听完习锡行的话 内心已经没有了什么波澜 毕竟提前就知道了结局 确实没什么好惊讶的了 可是爸爸 我等这个药 已经等了三年 我未必再有一个三年可以等 习锡行呼吸一致 她似乎这时才发现 自己轻描淡写的一让 掐断的却是女儿活命的希望 不然 陈香香跪地道歉 并表示愿意捐献骨髓 给严锡治病 她满脸愧疚 我救你是应该 是报恩 严锡知道小说里 陈香香捐了骨髓之后 就彻底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所有人都感激她 既然知道了这一切 严锡就压根不可能去接受 陈香香捐献骨髓 平白让自己欠别人人情 严锡表示 严家的财力 足够寻找合适的骨髓 而且 陈香香瘦弱的身体 未必能承受捐献骨髓的压力 严锡婉转地拒绝了 陈香香的帮助 并告诉她 无需报恩 严锡提到 两剂药物对外售价 180万一剂 于是要求陈香香 直接还她380万 听到这个要求 习严仙愤怒地表示 这是舅舅他们费尽心思 才得到的药品 习锡行则劝严锡 接受陈香香的骨髓 表示 这是她应该做的 而严锡解释道 既然已经收了钱 那么陈香香的骨髓 就无需再接受 并提议 让她写一张欠条给自己 这样 陈香香以后努力赚钱还钱 也就不用觉得对不起自己 无奈之下 陈香香只能写下欠条给严锡 陈香香在机缘巧合之下 绑定了一个叫做万人迷的系统 她可以通过刷男性目标的好感值 而获取积分 用以兑换各种各样逆天的奖励 从而走向人生巅峰 什么 她辛辛苦苦 刷了那么多好感值 才赚到的积分 居然只够兑换10万块 这是冰冷的机械音 在陈香香耳边响起 让陈香香心猛的一坠 习锡行好感值下降至50% 习严好感值下降至1% 请再接再历刷取目标好感值 才能赚取更多积分 这才10万 她要如何才能 还上严锡的380万 另一边 习锡行把严锡叫来书房 告诉她 陈勋为了昨晚的事 特意来跟她道歉 并解释 这只是一场误会 阿勋是香香的表哥 都是一家人 你就别计较了 严锡才不买她的账 她提醒父亲 她这个样子 她可没看出来想道歉 毕竟学不会尊重他人的人 恐怕也没什么自我反省的能力 习锡行为了面 不愿意在陈家人面前失礼 于是劝说严锡大度 然而严锡并不领情 她反驳父亲 表示自己如果大度 昨晚就已经报警了 她质疑父亲 为什么变得如此是非不分 习锡行没想到 严锡会这么不给她面 她更没想到 严锡会叫人直接把陈勋拖出去 并永远不准 她进入别墅半步 陈勋大惊失色 求助的目光投递向习锡行 习锡行意识到 陈勋已经没救了 但为了维护香香 她当着严锡的面 拨了通电话 吩咐道 王特助 以后公司那边也不用 让陈勋过去了 就说她外形不适合当艺人 严锡有些意外 习锡行这口气 出得有些出乎意料 习锡行挂断点后 马上向严锡道歉 是爸爸考虑不周 爸爸给你出气 你不要因为陈勋的事 影响对香香的看法 香香她是个好孩子 严锡在心中冷笑 父亲果然是为了陈香香 是啊 她差点忘了 小说里的习锡行 后来娶了陈香香的母亲 还任由那个女人 在电视节目上 抹黑她母亲的声誉 她转身端坐在 父亲的办公里上 自信而从容地微笑 陈香香是您朋友的女儿 她去世多年 陈香香一个孤儿 您想照佛一下也可以 国家一直在做慈善 这些年也资助了 不少贫困生 习锡行表示 陈香香跟那些 被资助的贫困生 怎么能一概而论 严锡再次打断父亲的话 表示 她此次来 是为了讨论 她的上学问题 不想涉及无关的人 习锡行问了一下 盲说 你想读哪所高中 你的身体不太好 却读国际中学好了 严锡表示 自己打算去就读圣阳高中 今年参加高考 习锡行觉得不妥 下意识地就拒绝 不行 严言 圣阳高中 不是有钱就能进的 更看重你的成绩 而且 你还想直接去高三 那就更难了 严锡质问父亲 陈香香能上 我为什么不能 习锡行解释道 香香是凭自身 过硬的实力考进去的 但你都五年 是砸钱让他进去 高考翻车 让人看笑话 说不定还连累他的名声 然而严锡似乎没有听见 目光平视着习锡行 这一点就不劳您费心 盛阳高中那边 我已经安排好了 我过来是想麻烦爸爸 帮忙转学籍 而不是征求他的意见的 这让习锡行觉得 女儿似乎变了 变得强势且不服管教 习锡行试图解释 昨天他没去接严锡 并不是因为要给 陈香香办生日宴 而是出了车祸 他向严锡道歉 然而严锡并没有回应 他的道歉 严锡站起身 道歉就算了 以后要给外人办 生日宴会这种活动 得经过我的同意 毕竟 这栋别墅是登记在我名下 我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习家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能有今日的财富和地位 全赖于严家提携 严锡行认为 自己入赘严家多年 在上流社会 已积累了地位和名望 然而现在竟被女儿 指着鼻子交作人 严严 我们是一家人 既然是一家人 还分什么你的我呢 严锡回应道 正是因为他们是一家人 所以 他才允许父亲住在这里 他强调 父亲不要因为外人 而伤害父女之间的感情 少年明知吃茶酥 会导致过敏 却抵挡不住严家女孩 亲手送来的诱惑 忍不住多吃了两口 对少年来说 这些是寄托着 对严家女孩的喜欢 即便过敏 让她的身体不适 但那份美好记忆 却如同茶酥般香甜 永远留在她的心底 严锡走出房间 眼前的一切 让她有些意外 只见习岩面前 站着两排服务生 每人手上都端着一个托盘 里面摆满了各种漂亮的裙子 习岩告诉严锡 这些都是子昂为她办制的 并提醒严锡 不要因为昨晚的是影响心情 严锡没有表现出太多情绪 只是给霍子昂了五百万 随后她要求管家 将衣服分类放好 并注意不要弄掉标签 习岩有些吃惊地看着严锡 不明白 她为什么给霍子昂转钱 严锡表示自己不缺钱 也不需要这些衣服 处理好一切后 习岩和严锡来到阳台 严锡抬头看到隔壁满院的樱花 不禁多看了几眼 这一看 她的眼睛就收不回来了 习岩看妹妹的表情 就知道她肯定喜欢 于是摘了一大只地给严锡 严锡惊讶地看着习岩 这是别人家院子里的花 习岩忍不住小声说道 所以只能偷偷摘 隔壁邻居小气地要死 从来不许别人进去看 严锡隔着院墙看着对面的人 向对方打招呼 习岩顿时僵硬在原地 她茫然地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看 差点当场去世 连忙一溜烟跑没影了 当严锡与邻居交谈时 发现这位邻居 并非如习岩所说的那么小气 反而热情地邀请她 进去摘樱花 并为她包好捡好的花枝 严锡送了一盒茶酥表达感谢后 告别了谢长泽 送走严锡走后 谢长泽坐在石凳上 品尝起了严锡带来的茶酥 然而她过敏了 一旁的管家 想去找家庭医生过来 谢长泽反倒是不以为意 不用 我去药铺里摘几株药煎水喝就行 不是什么大事 严锡在告别谢长泽之后 回到了大厅 恰好看到了品牌方 在给陈香香送生日礼物 陈香香看到严锡进来后 热情向她介绍 这些都是习伯伯和子昂哥 宇怀他们送她的生日礼物 你喜欢什么随便挑 我送你 这时 习锡行从书房出来 看到这一幕 心里很高兴 她注意到 严锡住院那么久 还没来得及置办新衣 于是建议严锡先挑选 几件陈香香的衣服穿 严锡笑了笑 我现在竟身高1米73了 香香的衣服可不适合我 而且 同样的衣服 子昂也送给我了 陈香香一愣 脸上顿时闪现一抹尴尬 习锡行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陈香香 担心她会下不来台 还是子昂细心 对你们姐妹俩都一样好 严锡拿出手机告诉父亲 还是不一样的 子昂送来的衣服 我已经给他转账了 习锡行惊讶道 你怎么还转钱给他 这多身份 严锡则嘲讽地回应 他不像陈香香那样负债累累 不需要别人的馈赠和失识 陈香香听了严锡的话 脸色顿时涨得通红 细分变得有些尴尬 严锡刚刚在隔壁庭院里看到的樱花 心情现在好得很 一点也不想被破坏 我上楼插花了 这些东西 你留着慢慢欣赏吧 陈香香的目光 不由自主地落在严锡手上的花 一眼就能看出 是隔壁家院子里的 所以刚当严锡是去隔壁摘花去了 可谢长 则不是一直都很冷淡不尽人情的吗 连系统都无法读取他的喜恶值 而习锡行则试图让陈香香转移注意力 他称赞陈香香新衣服漂亮 与严锡以前简直一模一样 陈香香听后 眼底闪过一抹暗芒 但严锡却满脸疹子被我碾压 希望他看到还能蹬得住 严锡上楼后 瞥了一眼楼下交谈的两人 从陈香香模仿他的穿搭来看 他意识到 从前的自己穿搭风格 确实过于寡淡 而且不够好看 陈香香自信满满的承诺 要关照严锡 却没想到 严锡竟然直接选择了高三 陈香香看见傅语怀正坐在客厅沙发上 跟习岩聊天 便微笑着走过来打招 陈香香今天特意穿了这件白色的纱裙 看起来非常优雅 他的样子 简直跟十五岁的严锡 向了个九成 习岩忍不住问于怀 他是不是故意模仿严严的 于怀反驳道 别胡说 香香本来长得就像严严 陈香香坐下后 有些紧张地问傅与怀 我这样穿是不是不太好 而傅与怀安慰他 这衣服非常好看 很适合他 就在这时 傅与怀看到严锡穿着一身惊艳的装扮出现 他突然站起身感叹道 严严 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 真是让人惊艳 习岩也惊讶地说 妹妹 你真是太美了 严锡似乎对自己的这份美貌毫无察觉 叫他们吃早餐饭 上课要迟到了 这时 陈香香听到庸人的议论 这么一对比 还是咱们大小姐 漂亮又有气质 正主是贸牌货 永远无法与之媲美的 陈香香觉得 严锡一定是故意的 就是想让大家觉得 他是正主 而我是贸牌货 陈香香不明白 严锡为什么忽然想要去圣阳高中读书 在他看来 严锡就是在逞强 可逞强又有什么用 都在医院住了那么多年 早就跟社会脱节了 他哪里还适应得了学校的生活 真当是在习家 人人都会捧着他 吃饭时 陈香香信誓旦旦地表示 会关照严锡 傅宇怀也附和道 陈香香是学生会的成员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香香能帮你很多 你们说了那么多 我想请问一下 香香现在读高几 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读高二吧 陈香香原本享受着傅宇怀的夸赞 优越感油然而生 可听到严锡这句话 他心里猛然生出一个不好的念头 严锡看向陈香香 我读高三 需要你关照 陈香香的瞳孔 微微收紧了一下 一个休学了三年的人 初中知识恐怕都忘光了 哪怕去读高一 那也得努力适应节奏吧 所以 陈香香才笃定 严锡需要自己的关照 可严锡居然想直接读高三 而现在距离高考只有四个月时间 他是想考林曾回来吗 而席言却非常高兴 那严严要跟我一个班吗 严锡看了傻乎乎的习严一眼 点了点头 陈香香眼底飞快地闪过一抹讽刺 习严读的可是国际班 都是尖子生 怎么可能收他一个休学三年的人 在校园办公室里 德育主任介绍严锡给刘玉生老师 他是严锡的班主任 并交代刘老师要好好照顾严锡 刘玉生抬头打量着面前的学生 果然不愧是大小姐作风 上个学都穿的 像是要去替台走秀 张扬又肆意 一看就知道 心思不在学习上 就冲还没走的德育主任道 这个学生没有入学考成绩单 我不能接收他 这不符合学校的规定 德育主任有些尴尬 他下意识地提醒 刘老师 你看完严锡同学的资料了吗 可话还没说完 刘玉生就打断了他后面想说的话 规定就是规定 不能因为他打破 不然怎么对其他学生交代 严锡忽然开口 能补考吗 我可以现场补考 刘玉生审视的目光 扫了严锡几眼 老师说 这女孩胆子还挺大的 她是以为这样一说 自己就不会计较了吗 那恐怕她打错算盘了 你就在这个办公室里补考 这些试卷做完 我在根据成绩 评估你是否能进国际班 严锡看了那几份试卷也 行 那现在就开始 刘玉生看了看时间 忽然拿起资料起身 我得去班上了 麻烦主任 你帮忙兼考吧 说完 就禁止出了办公室 一节课上完 刘玉生才回到办公室 德育主任高兴地 举着手中的卷子 告诉刘老师 严锡这位同学 简直就是天才 45分钟做了四张卷子 还全是满分 刘玉生震惊地不敢相信 怀疑严锡一定是作弊了 这样人凭有问题的学生 我绝对不会准许 你进国际班 德育主任 简直急得要投脱了 刘老师你别激动 严锡同学 确实没有作弊 严锡静静地站在一旁 她看了一眼 试图解释的德育主任 然后对着刘老师说道 我想请问你 凭什么认定我作弊 陈香香花费了一千积分 购买了一次性道具 却毫无效果 她本想利用这个道具 在习严迷茫时开解它 从而提高好感度 然而这一切被严锡破坏 严锡认为 刘玉生在没有查看监控 和听取解释的情况下 就妄下结论 感到不满 这并不符合为人师表的原则 而刘玉生对严锡的行为感到愤怒 并表示 从没见过这么顽劣的学生 作弊不认就算了 竟然还顶撞老师 这就是习家和严家的家教 我国际班可要不起你这样的学生 国际班确实要不起我 所以我准备去别的班 严锡说完 便转身离开 刘玉生嘲讽严锡是不自量力 就你这副德行 凭什么觉得 别的班会要你 但严锡亮出手中的试卷 就凭我手上这几张满分试卷 与此同时 一般班主任闻言 严锡全科满分 刘玉生居然不要 他脑子瓦特了 其他班的班主任 为了抢人 都要打起来了 也不知道这么好的苗子 最后会便宜谁 谢长泽进办公室 刚好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他看向班主任 王老师 我们要去抢一抢吗 班主任愣了一下 说实话 我确实挺想要的 但是话还没说完 谢长泽率先迈步走出去 那就这么决定了 我先去帮老师 您把人结下来 班主任忙不迭跟了过去 与此同时 火箭班班主任叶庆 更是对严锡表现出狂热的兴趣 严锡同学 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火箭班 然而严锡解释 他放心不下哥哥 如果叶老师同意他一起的话 叶庆欣然同意 只要西岩同学愿意来 我一定会帮他提升成绩 谢长泽和班主任匆匆赶去 却发现火箭班已经截足先登 严锡跟随叶庆离开时 却意外地遇见了邻居谢长泽 国际班 刘玉生走上讲台 淡定地宣布 西岩 你现在就收拾东西出去吧 以后 你就不用来国际班 刘玉生忽然心里一松 叶庆居然上赶着去 要走这两个草包 跪舔资本的姿态简直丑陋 怎么回事 不仅同学们猛 西岩本人也猛 他都等了一节课 也没等到延西 这也就算了 现在这架势 怎么好像他要被赶出国际班啊 毕竟这种不给任何交代 就想要赶人的行径 确实很伤少年人的自尊 他把书本收起 拿着书包 直接走出了教室 陈香香在系统的帮助下得知此事后 来到西岩身边关心的问道 哥 我听说你被老师赶出了国际班 怎么回事啊 他刚刚在系统商城里 对换了解与花的一次性相分 使得靠近他的目标对象 生出信赖感 让西岩产生了强烈的倾诉欲望 他觉得自己不够聪明 长相也不出众 无法继承到母亲聪明的头脑 和优越的长相 从小 西岩就感到迷茫 陈香香认真地听个他的倾诉 在内心深处 却嘲讽习言 是个废物草包 但表面上安慰西岩 告诉他 没必要跟别人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在我眼里 哥哥你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西岩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 是吗 我哪有你说得那么好 陈香香心里嘲讽到 真是一个蠢货 几句好听的话 就让他找不着北了 可他嘴上却依然夸赞着西岩 你真的很好很优秀 你要自信 而且学习成绩代表不了一切 没必要那么在我 你这么优秀 就算不读书 也能获得成功的 就在西岩快被攻略成功时 严西的声音猛地传来 抱歉 他必须在我 陈香香惊讶地站起身 严严姐 你怎么过来了 陈香香在脑海里谴责着系统 系统怎么不提醒我 严西来了 什么情况 然而 系统仿佛死机了一般 没有任何回应 严西也没料到 他找过来的时候 正好碰到陈香香对西岩进行开解 可开解的内容 却让他有些意外 他质问陈香香 学习成绩竟然代表不了什么 那你 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学习 陈香香脸上献出几分尴尬 严严姐 这件事不能一概而论 严西根本没打算听他解释 你想我哥放弃学业 成为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 好方便掌控他吗 陈香香闻言 眼底闪现过一抹慌乱 不明白严西为什么会知道 他内心的真实相途 就凭你想我摘口罩 滚 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严西如此生气 严西告诉西岩 他已经获得了火箭班叶庆老师的接收 他们可以进入这个顶尖的班级 西岩听后愣住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仿佛波云见日 压在心头的阴霾瞬间消散 而陈香香却觉得他们 一定是利用了严家的关系 才进入火箭班的 陈香香责问系统 他花费一千积分兑换道具 但道具结语花的效果却大打折扣 系统解释道 如果被适用对象心性坚定 道具效果会减弱 陈香香感到烦躁 因为严西的到来 破坏了他的计划 严西和西岩走进火箭班 他们向大家介绍了自己 希望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跟大家和睦相处 共同努力备战高考 等两人介绍完 叶老师的目光 在教室里巡视一圈 将西岩和班长安排在一起 傅与怀突然举手站起来 要求和严西同桌 表示他们已经认识 可以帮助他 尽快适应火箭班的环境 和教学进度 而严西却表示不用了 我就坐在这里吧 他走到教室后排 一个低头认真刷题的女生旁边 询问她 是否可以坐在这里 女生抬头看着严西 露出了脸上硕大的紫红色胎记 小生说了一句可以 傅与怀感到疑惑 不明白严西为何选择坐在后排 一节课结束后 叶老师将席颜叫到办公室 与此同时 陈香香邀请严西 一起去吃私房菜 她出现的瞬间 惹得班上男生都纷纷瞩目 香香你今天好漂亮 像小仙女一样 其中一个男生调侃严西的眼睛 与陈香香相似 并提议严西摘下口罩 让大家看看 陈香香连忙打断他们 严严姐的脸都烂了 大家不要这样 她会伤心的 拜托了 男生们却不以为意 继续开玩笑 严西突然站起来 瞪着那个男生 就凭你想我摘口罩 滚 男生顿时脸色变了 反问她 你怎么还骂人 你有家教吗 严西的心童桌付孟佳表示 叶老师刚才说了 严西生病吃药过敏 并示意他们 不要那这件事开玩笑 谁知那个男同学去取笑她 我跟她说话 你个丑巴怪兽多管闲事 陈香香笑着 上前想挽住严西 试图安抚她 大家都是同学 别吵了 严严姐会生气的 谁知严西猛地 将那只胳膊抽走 并一脸嫌弃地拍了拍 我可没说 要跟你一起去吃饭 如意瑶把陈香香 护在身后 怒斥着严西 别给脸不要脸 要不是看你 长得像香香 你当我们会多看你一眼 傲什么呢 谁知道你是不是 长得跟傅孟佳一样蠢 她说完还自以为 是的冲严西 露出一个自认为帅气的笑容 话音刚落 傅宇怀抬起大长腿 狠狠地踹在了 卢一瑶的肚子上 那一脚踹得极重 卢一瑶被踹得直接倒地 疼得脸都白了 整个人都梦了 她没搞明白 傅宇怀为什么 会这么维护那个女的 傅少 你喜欢的人不是陈香香吗 傅宇怀桃花眼里 只剩下彻骨的冰冷 让她闭嘴 严西没打算 就这么算 她抬眸 冷冷地向这一群人 一一看过去 傅少 你们倒是人以群分 关心一切 傅宇怀顿时脸色大变 她想要解释 可严西却压根没看她 转身就走 严西走后 现场气氛有些凝重 没人敢开口 一个个都有些傻眼 许多人还是第一次 看见傅宇怀发这么大 一个多年未上学的转学生 可考试却考了满分 被同学质疑抄袭 并讽刺她的虚荣心 严西在食堂外 碰到了谢长泽 好巧 谢长泽点了点头 漆黑的眸扫过她的脸 忽然开口 我这里有抗过敏的中药丸 效果很好 你要不要试一试 严西莫名的 不想拒绝对方的好意 傅孟佳一直在旁边 看着两人的互动 等谢长泽离开了 她忍不住开口 你刚来 你怎么会认识谢长泽 严西看着游 带着少年身上余温的药瓶 抬眸不解地看过去 怎么了 有问题吗 傅孟佳眼底有着深深的挫败 谢长泽是年纪第一 我虽然是第二 却比他断层了二十几分 他在我们这一届 可以说是 无法超越和撼动的神话 此时陆清明也在讨论严西 我差点没认出 刚才那人是严西 我的天 这气质真的绝了 陆清明不仅问 他干嘛跟那个女生混在一起 他不知道傅宇怀 跟那个女生有过嫌隙吗 而且 那女生还是慈善生 谢长泽脚步停顿了一下 跟慈善生混在一起 有问题吗 没记错的话 傅宇怀也曾经是 严家资助的慈善生 陆清明顿时震惊地压了一声 北桥是豪门世家富家的少女 怎么会去当慈善生 还有 他既然受了严家的恩惠 怎么还对陈香香那么好 放学后 叶老师走进教室 将一叠批改好的试卷 让班长和课代表发下去 他宣布 傅宇怀和傅孟家 都考取了100分的好成绩 并鼓励他们继续保持 卢一瑶突然站起来 询问叶老师严西的成绩 他的语气带着嘲讽 显然想看到严西出丑 他认为 严西是一个多年未上学的人 成绩肯定很差 想让他丢脸 然而叶老师却告诉大家 严西也考了满分 卢一瑶的脸色顿时僵住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叶老师 严西怎么可能考满分 不仅卢一瑶不信 其他人也觉得难以置信 一个转学生 竟然如此厉害 叶老师让大家放学赶紧回家 没事多向严西学习 卢一瑶感到震惊和愤怒 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他指责严西 选择和傅孟家同桌 是为了抄答案 并讽刺他的虚荣心 严西平静地制止了 想要为自己辩护的傅孟家 然后看着卢一瑶 心脏有问题的人 看什么都是脏的 他警告卢一瑶 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这次不跟他们计较 但若下次再敢说 没有证据的指控 他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傅宇怀此时插话 却遭严西打断 严西提醒傅宇怀要注意 与卢一瑶保持距离 以免被戾气传染 傅宇怀尴尬地笑了笑 没再说什么 习言瞪他一眼后 便跟着严西离开 陈香香躲在暗处 看到这一切 心生极度 傅宇怀心里 果然还是很在意严西 他问系统傅宇怀的好感值 得知已经降到了60% 陈香香气的咬牙切齿 突然他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 看到来电显示后 他果断地挂断电话 这时 刚从教室里出来的傅宇怀 并未察觉他的异样 香香来了 走吧 我送你回家 陈香香笑着指了指手中的资料 音乐社那边 让我辛苦的曲子 我得回去再和一下 严怀你要过去听听吗 傅宇怀勾传笑了 那我自然是要去听听的 那我们走吧 学校门口 距离颜西和夕炎坐上车 已经过去十几分钟了 夕炎看了眼手机 香香好像在忙 没接电话 颜西开口 不等了 回家吧 司机张安 却动都没有动一下 香香小姐还没走呢 这不大好吧 他虽然是习家的司机 可早就被陈香香的活泼开朗 温柔善良所征服 颜西看了眼时间 哥哥通知他六点半准时走 现在都已经六点五时了 我已经多等了他二十分钟 有什么不好 张司机觉得 真千金颜西是个病重的人 命不久矣 因此他认为 追求假千金陈香香 才是正确的选择 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 他向颜西道歉 并表示会保证陈香香的用车 这是先生交代过的 颜西忽然开门下车 既然这样 那你以后就当陈香香的专属司机 薪水也找习警行去要吧 张安态度做得这么明显了 颜西再看不出就是傻子了 他没兴趣跟张安继续在这里掰扯 哥 我们下车自己走 西岩担心地问颜西 那他们以后怎么办 没事 我们打车回去 张安眼底闪过一母无限 他的工资当然是先生发 现在还是下班高峰期 你能打到车才怪 就在此时 一辆豪车忽然停在两人面前 一个西装革履的司机走下车 朝颜西聚了个躬 笑容亲切 大小姐 我送您回家 她是颜家专门为颜西雇佣的司机兼保镖 十几年来 一直都只被要求服务于颜西一个人 颜西点头表示感谢 顾念安走到张安面前 以后大小姐就由我接送 你被颜家解雇了 张安脸上的得意笑容瞬间消失 仿佛被人狠狠打了一个巴掌 一场演奏结束 陈香香拿出手机 故作惊呼了一声 我手机静音了 没听到哥给我打电话 让他们等了这么久 颜颜姐不会生气吧 赋予怀宽慰她 没事 我陪你过去解释 她今天是故意装作 没看到西岩发的通知短信 拖拖拉拉到现在 就是为了给颜西一个下满威 如果她把我一个人 丢在学校不管走路 这样她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卖一波惨 同时也坐视颜西 针对她嚣张跋扈的事实 当她走到校门口 却不见其他人的身影 然而司机张安一下来 就浇灭了她的幻想 大小姐和大少爷 已经先回家了 陈香香顿时心里一挤 她是真的没想到 习家的大小姐 对一个养女 退让到这种地步 自己却打车回家 这要是被外人知道了 她的名声可就臭了 这个司机是个白痴吗 这种道理都不明白 傅雨怀忽然开口 炎炎她们是怎么回去的 陈香香抢先指责司机张安 语气里带着失望 炎炎姐还是个病人 万一她在路上出点事情 你负责得起吗 张安赶紧解释 我是为了等香香小姐您 而且大小姐以后 由炎家接 陈香香还是气 她必须要撇清自己的干系 怎么就是为了我 我早跟你说过了 我自己可以回去的 炎家啊 傅雨怀薄唇倾气 吐出这几个字 眼底有黑气一闪而过 抬头对着陈香香 却笑得迷离又温柔 好了 香香 别气了 又不是你的错 不是什么大事 我陪你去习家解释清楚吧 看着控制面板上 不降反略 升了一点点的好感值 陈香香的一颗心 彻底落回了肚子里 对于第一个 完全倒戈向自己的男人 她自然是不介意 给她多点温柔和关心的 她伸手 抱住傅雨怀的胳膊晃了 雨怀 谢谢你 不然我真是有口 都说不清了 看样子 傅雨怀算是彻底 被我攻略了 她是真的爱惨了我 陈香香回到习家后 立刻找到闫柔 解释自己 因为忙于社团活动 而忘记看手机 她满脸 自责地向闫柔道歉 并请求她 不要责怪张司机 傅雨怀也认为 这并不是什么大事 闫柔把手抽回后 打断傅雨怀 没事 我有自己的司机 毕竟闫家 是整个北桥市的顶级豪门 不至于让我没有司机 她转头 看着陈香香 建议她 以后陈香香的司机 就让她父亲支付薪水 领走前 闫柔心情很好的 朝陈香香笑了笑 陈香香却莫名的 眼皮子猛地跳了一下 心底莫名升起一股不安 可不带她说什么 闫柔已转身回到房间 她看着习景行的 个人资产报告 发现习景行在公司 只拿向征信的股份 工资只有一元 而且习景行这些年用的钱 都是她和习言的 闫柔看着这个结果 还是挺意外的 张安既然这么想当 陈香香的狗 那不要工资应该 也可以的了